新北市今天是新增十例本土個案 全臺最多爆出 醫院有群聚感染 其中四例就是板橋某醫院 被匡列的外籍看護 一名病人一號確診之後 醫院匡列 擴大的匡列採檢 發現病房內住在同一個宿舍的 四名外籍看護確診 再擴大採檢一百八十二人 目前是有五位的PCR陽性 而臺北市是新增四例 兩例是家戶感染 兩例的感染源 還要理清 新北市三號新增十例本土個案 是全臺最多 兩例新增個案 八例居隔陰轉陽 其中四例是板橋某小型醫院 被匡列的外籍看護 八月一號一名病人案一五七九二 確診後 醫院擴大匡列採檢 發現病房內住在同一宿舍的 四名看護PCR陽性確診 再擴大採檢一百八十二人 目前有五位PCR陽性 板橋某小型醫院爆發群聚感染也在二號停止門診大規模清消 而三號居隔陰轉陽的個案 還有三重兩例朋友圈傳染 五谷跟林口各一人朋友傳染 而新增兩例個案 部分 三重藝人為家戶感染 新店藝人是陪同復工的家人前往篩檢站篩檢 確診 來源還在離清當中 新北市也公布兩位確診者足跡 都在中和好市多根大潤發以及板橋的愛買 台北市三號新增四例本土病例 兩例為家戶感染 目前已經匡列相關接觸者 安排殘血和居家隔離 而台北市也公布一位確診者足跡 在八月一號確診 七月三十號當天 從台北往返彰化停留六個小時 中間停留高鐵台中站 大概半個小時 個案曾經搭過的捷運級高鐵 二號已經完成清銷 衛生局表示 這幾個案並非高鐵的占物人員 工作地在台北到彰化出差 已經透過跨縣市合作 匡列相關接觸者 記者臨信謝正林 台北新北綜合報導